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 有白衣飘飘的校园 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 还有奔放的disco和喇叭库 逐渐开放的社会环境 吸引着年轻人去追逐 更自由和多彩的生活方式 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批人 他们被保卫国家的荣光所感召 离开家乡 把青春给了军营 拥有了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命运走向 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一位女兵的往事 我叫燕成 今年54岁 17岁我在东北当兵 当时我是在沈阳吧 那时候7月11号 因为7月11号 我后来上军校以后呢 我们是7月1号入党 入党申请书 我特意写到7月11号 我说这是我要 一定要记住的一个日子 那天是我妈妈和我妹妹来沈阳 来看我来 后来我们就请假 我就带我妈妈出去玩去 坐车就坐到一个北林公园 然后那时候呢 我爱人他们是从 我就不说什么地方 一个飞行团 导另外的一个飞行团 但是在沈阳 他要那个导车 就给他们到那个 当时离北林公园挺近的 一个我们部队招待所 他们几个人就去旁边的北林公园去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见面了 因为我那时候小 那时候85年吧 出来的时候 就是都穿着军装出来的 傻了吧唧的 就穿着特别简单的那种 那个朴实的那种感觉 直直的头发什么 特材挺傻的 一个小小女孩就出去了 他们呢 当时是穿着一个蓝裤子 白衬衣 反正一看呢 就肯定是部队的空军的 因为当时我们是蓝裤子嘛 当时我和我妈妈和我妹妹 我们再往前走 后来有两个小孩 不是小孩 就爱人和他另外一个同事 他们就过来了 他就问我 他说到那个哪哪哪哪怎么走 那个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什么怎么走 我就当时我一想 他肯定在撩人 撩我就泡我呗 当时东北话就泡我呗 我说我不打理他们 因为那时候女兵也挺高的 就是自然要矜持一点 我就没理他们 后来我再走 再走过一会儿又遇到他们 完了又过来 那跟我说 我还没理他 第三次又过来 我妈妈说你干嘛呀 你老不理人家 人家问你个路啊 什么什么的 我说他们都是没事找话说的 其实后来我问我爱人 我说怎么是你们俩 我们老遇到 他什么叫老遇到 他说我一直在跟着你 那个当时他们也是有个好几个人 一起到那个北林公园玩 然后就看到 就是我穿金装傻乎乎的在那 然后他们说 哎呀有个女兵啊 也挺漂亮的 咱们走啊去泡泡 他那时候 个子不是很高 但是挺帅气的 他为什么我当时喜欢他呢 因为我们后来回来的时候 就从那个地方往那个北林出口走 我们一直在一起走路 因为我们俩就挨着嘛 然后就是我俩就开始聊天 哎呀我觉得 因为这小伙子 因为有时候觉得飞行员啊 尤其那个农村民啊 他家是江青农村的 我觉得可能知识啊文化啊都很一般 但是跟他一接触一聊天 觉得他学识很 就是很很很很 那个知识面很丰富的一个人 我们当时带的照相机 然后他什么都没带 然后妈说你们那个地 就聊天嘛 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沈阳 怎么怎么地 说那你们那个第一次来 那就是给你们照相吗 因为都是另外的一个 另外一个人说的 他说好啊 然后就照相 照一想就说这照片怎么优啊 就是他们就故意 他说他当时他就感觉我特别好 就是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我就人啊 男人和男孩女孩 或者男人和女人 可能有什么都是相互吸引的 所以就气味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在吸引着 借着要游地合影的这个契机 飞行员男孩留下了 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姓名 回到部队之后 阴沉很快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孩 互有好感的两个人开始了通信 和普通的清洁男女一样 军人的情书也是一样的浪漫多情 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印在纸上 烟沉的信越写越多 到后来几乎每天都能寄出一封 最后终于到了要表白的时刻 他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我在我们俩敌得挺远的 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我刚看完了一个 一本什么杂志吧 什么他说有个日本的一个什么人 就说因为我B型血 他是O型血 他说男的是O 女的是B在一起 要是结婚啊 或者什么会容易吵架的 或者就是不好 他说你信不信 我说我不信 他说咱俩试试 我说那好吧 然后就等于算谈恋爱了 然后下分心他就赶来 亲爱的什么 他有种好像最多的 肯定就是一个亲爱的 什么的 那我属于挺浪漫的 那我肯定就是狂吻你啊 或者吻你的那个 吻你的脸啊 或者吻你的哪哪哪啊 就是我 这不真是了吗 就开始谈 因为我们是干总机的哈 就接触那个时候 就是摔飞机的也很严重 基本上也是每年吧 都有就一等事故 击毁人榜嘛 就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 一有事故 我们肯定第一个都知道的 然后那时候觉得 哎呀又摔了一架 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那种感觉 等我以后 跟他谈恋爱以后哈 就我们那个战友 都让我找个飞行员 然后我们再有摔飞机 从来不说了 那突然我就觉得 哎呦 我说他们 能把自己那么年轻的生命 交给这个部队哈 或者保卫国家 或者什么什么的 我说我 我怎么就不能 就对他好好的呢 觉得那么勇敢 因为那时候 你看我才19岁嘛 哎呀 觉得飞行员 我天天在天上飞的 他是尖机级飞行员 所以那时候 就是通信以后哈 我觉得 哎呀 旁边越来越爱他那种 因为他那个样子哈 特可爱 就挺帅气的 很英俊 刚才来的路上 我还想我 当时19岁 其实我爱人 当时才21岁 你就想想21岁的 那孩子是什么样的 所以觉得 哎呦 我们俩走到一起 也挺不容易的哈 从19岁认识他以后 那时候想 我们四年 那个当战士嘛 复原我 一直想回家考学 就学美术 我比较喜欢画画 那时候就一直想 回家考美术学院 或者干什么 就不愿意 在部队吧 后来有一天 我们是女兵连 有一百左右 一个女孩子 当时也有好多人 谈恋爱的 他就给男朋友 织毛衣啊 织毛裤啊 织什么织什么 然后我呢 也买了好多毛线 我准备给他织毛衣嘛 但是我又特看不上 这种女孩子 做的婆婆妈妈的事情 后来我就跟他写信说 哎呦 我说我呢 想做一件 我最不想干的哈 但是我又觉得 必须要去干的一件事 我说你猜是什么哈 我就写信给他 后来有一天 我职业班 说找我 哎 我就请假嘛 我们不许在那个 机台上接电话 就到外面去接的电话 他说哎 他说我刚看到你那份信 他说我猜到你要干什么了 我说干什么 他说你是想考军校 我说不是 我说哎 我要这样的 如果我要考军校 那个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好啊 考军校 咱俩都是当兵的 以后有那个 共同的语言 我说那也行吧 跟他打完电话 就放电话 我就到那个值班室去了 刚在那一做一个战友吧 就给我打电话过来 他说哎 刚才什么什么 一个参谋告诉我哈 他说我们要招那军校哈 你考不考啊 哎 我说我刚刚决定要考军校哈 我说那我考吧 其实我们那年上军校 等于是照顾吧 分数特别特别低 86年的9月份 我就上学去了 因为我刚说了 我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一个人 其实上这个军校真是 我们同学都知道 我上课我都是在写信 我爱听好多东西 因为当时我发的那些护理书啊 这种外科学 这个学哪个学的书 我每本书上我都写 为了那个谁谁谁 我要好好学习 他为了谁 我怎么怎么的 就出发那个儿科学哈 我说为了我的儿子 我要好好学习 身为军营中人 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 遵守规则 所以两个人都是使命为先 在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无法见面 只能通过信件和短暂的通话 危机相思 二十岁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我九月份上的军校的 那个十二月份我生日嘛 他来了 他突然间来了 他说他就你自己来接我 因为我们到门口接他 他不让进吗 他就你自己来接 谁都不让进 我说好啊 我就去接他 我都不认识他 你就想想 根本不认识 我说你怎么瘦了呢 跟我认识的那个人不一样 他来一个想你想的呀 反正就什么都 真的是不认识了 就是感觉都跟那次见面不一样了 可能是成熟了 还是怎么了 反正是不一样 就是说话声音 能知道是他 如果要是现在想想 如果真是有个男的 再来个男的说他 我可能也觉得是的 穿了个皮夹克嘛 冬天 哎呦 我觉得他身上那个味道 好好闻 就是那个皮衣的味道 就觉得突然是男人的味道 然后那种飞行员的味道 因为他们穿皮夹克 觉得哎呀 这味道真好 所以现在的印象都是 他身上的那种皮夹克的味道 我第一次跟他就是 就是发生关系的时候 其实我在军校 就跟他发生关系了 后来我们同学都说 哎呦 他你胆子够大的呀 因为那时候觉得 我们同学也有找飞行员的 当时有个女孩是 她男朋友吧 是在河南那边 正好刚刚出事了 就是一等事故 他们可能飞行可能 反正他男朋友是天天给他写信的 不像我爱人 他就是一个星期 或者几天给我写份信 我们同学就 吃饭的时候 我们同学就 他问我 他说你知道那个谁谁 他男朋友出事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他那个在房间里 在区个长房间 你去看看吧 后来我从饭堂 就接着往回跑 就跑 跑我们队里头 到那区长去 他在哭 然后他抱着我就哭 他肯定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说我刚刚还接到 他的一份信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我好后悔 他说我干嘛不把我给他呀 他说其实我们俩 已经就觉得 就是要结婚的 那个什么 他说每次他 他假如说跟我那什么 我都就是不愿意把那个 他说他就特别特别后悔 他说他那么年轻 连女人是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就这么走 他说我还那么爱他 他说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一定要那个什么什么 他说满足 或者需要什么 他说你一定要 好了我想也是 我说人家把生命都说 说没就没 我说我 所以那时候 我跟我爱人也 胆子也挺大的 我觉得 那时候就已经在上学的时候 就有这个关系 我爸妈就不同意 我跟他 老觉得这个职业挺危险的 后来我爸爸说 我忘了 我爸说 我给他写了 写了份信 可能是十二页 还是多少 我忘了 后来我爸说 我就看完你那份信 我觉得行了 我放心了 你们谈吧 所以我爸那时候就同意 那时候好像说 你不同意 咱们就是断绝关系 我宁可要什么什么 我不要什么 现在想想 真傻了吧 我三年毕业的时候 还没毕业呢 他们部队就给他房子了 我回去的时候 他不在 正好是 是疗养去了 好像是 后来我回去 我就自己开那房子 自己收拾 自己干什么干什么 都自己弄的 那时候我毕业 应该是23 他25 和军人结婚 意味着要守得出寂寞 而飞行员的妻子 要比一般的军人家属 面对更多的未知和恐惧 所以那时候 谈恋爱 有什么不好的 我都不跟他说 拿着都自己扛着 就是谈恋爱 包括结婚以后 都是自己扛着 就怕影响他们 飞行啊什么的 我爱人 那时候我怀孕嘛 91年2月5号 这个日子 我记得也特别清楚 2月5号 我爱人飞行 我那时候刚怀孕 应该是三个月吧 那天中午我在家 然后我们那护士长敲门 他说那个 就是我爱人的名字 他那个飞行的时候 腿磕破了 已经送到卫生队了 你过来一起看看吧 后来我就觉得 肯定是不对劲 我说好 完了我爱人 正好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飞行 他迫降成功 我说我为什么 我就后来觉得 他飞行肯定没问题 他那次飞那个机型 那是给咱们国内的时候 就说这个 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 当时那天他飞的 就是要落地的时候 好像就飞机落不了地 就那油门收不回来 塔台的那个指挥啊 就说让他跳伞 当时指挥是我们市长也在 他就说 我要迫降 因为他可能太自信了 这个人 他说我要迫降 就我们市长就连着喊了14声 他都没跳伞 他就直接就把飞机 飞回来了 飞到地面了 当时属于是二等事故 等于飞机可能是不能用了 但是人是没事的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 说市长让你跳伞 你怎么不跳呢 他说我都看到跑到了 他说我相信我肯定能飞回来 我说你当时迫降 你没想到我和孩子呀 我说你 后来想了想了 我就是为了想到你 我才要迫降的 其实我肯定知道 他肯定没想 你说那时候多紧张啊 他怎么能想我呢 后来他说起什么话 我特感动 他说其实一个飞机员 如果真的让你跳伞 契机不顾 他说我真的做不到 他说我宁可跟他一起 所以这句话 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 其实当时那时候 91年那时候 好多就是飞机员 有的跳槽 他就是就赶民航啊 或者说 其实当时好多人 就劝他赶民航嘛 就是他要是停飞 也很简单的就停飞了 因为你遇到这个事情 他说我不飞 后来我说 你为什么不飞 他说我们家乡 他江西嘛 他说当时我们出来 才三个就选上飞机员嘛 他说当时出来就想 我一定要为我们家乡 争光 所以我就一直要 在部队飞什么什么的 就是挺爱家的一个孩子 这只孩子 部队那个又艰苦啊 钱又少 他觉得我一定要 既然我来了 我一定要好好飞 你让我到哪 我肯定不走 我跟他结婚以后 多少年 第二年还是第二 我就改行 我就不当乎 就做那个空心家属干事 就专门去 就做这些 飞行员妻子的一些工作 就帮他们 这个事那个事的去解决 其实我老对我们那个家属 就跟他说 在家里千万不要说 很忌讳的词语 假如摔啊 我说咱们家里不要说 我说第二呢 留点事让他们干 我说我不会做饭 但是我呢 会洗菜 我每次等他回来 知道要回来 我把菜洗好了 我就留给他做 我让他知道 你不能离开我 我离开你 我活不了 我说我必须家里 给你留点事 我说一定要让他知道 我就是这个家的男人 这个家里不能离开我 像我们吧 每个星期也就见那么 就一天半天的 所以还没来得及清热呢 所以一些东西 都来不及反应出来 你看我跟他才结婚 等于七年 他就出事走了 96年9月份 他们参加一个军事演习 也是在甘肃那边军事演习 当时他们四个人呢 很优秀的 挑的可能是技术很过硬的 他们也准备了很长时间 很自信的就去了 中途就是天气的原因 后来他就飞机就掉下来了 说的是飞行员就是 可能他把那个视觉有问题 说是那个把天空当成海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反正那是结论是这样的 八月份我儿子过生日嘛 我妈妈就来给我儿子过生日 一直就没走 后来我爱人就说 妈妈你先别走 你说我马上我就要出去 去演习去 你就在家就陪着我吧 我妈说行啊 我妈就没走 就一直就跟我在一起 后来那个 我回家的时候 我们那护长就跟我妈妈说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说怎么了呀 后来我们那护长说 就是我儿子的名字 他说他那个飞机 就是先找不到 不知道他去哪去了 但是他肯定迫降了 他说你就让我放心 他现在在找着呢 那是9月2号晚上 我们家二楼 我们一楼的那家也是 他爱人也去了 我还问他 我说他们到了吗 他说到了 刚才打电话了 他们已经说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就落地了呗 那就我就踏实了 我还就带儿子去打球去了嘛 等到那个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早早的天刚刚亮的时候 我们住二楼边上呢 就我们家旁边那个 有棵树上 有个喜鹊就过来了 就一直叫喜鹊 叫了五分钟 其实我知道 我跟我妈妈看的是喜鹊 但是老觉得不相信 完了 我说是喜鹊还是乌鸦 因为喜鹊抱喜 乌鸦肯定抱不好的嘛 后来我说 那肯定是没事了呗 抱喜了呗 后来就一天啊 在那傍晚的时候 他们说我爱人那个 就是找到了 出事了 当时我们有一个 就是激励一个副政委 过到我家 就正好就过来看我 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跟他说什么 后来他们说 我跟那正委说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爱人说声对不起 你看他都没去完成任务 就那什么了 他说那个政委 特别严肃的一个政委 他说出去他就哭了 我说 他们说你说那话太感动了 我说我 后来我说我说什么了 他们就说我刚才说着 哎呦 我说我那不是 我说我都忘了我说什么 但是我真是这么心里想的 因为当时我爱人 他们就准备了很久很久 他们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拿第一 一定要怎么怎么 就为了这个真光 为了那个真光 因为他代表了好多地方 代表了 因为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去参加这个演习 我说我说 我说还是吗 我说那可能是我内心里 真的是想说这个 替我爱人说声对不起 后来我就是 我还我就是逃避了 我是我不愿意看到 就是因为我跟我爱人在 我们在安山嘛 所以我就 我一分钟都在那个地方待不了了 我儿子呢 礼拜六就回家的时候 都是六点多嘛 我们那个楼就是飞行员楼嘛 他们一起回来 当时还这么多愿意 在外面玩嘛 就等爸爸回来嘛 那时候我 我以前都是在门口 就带着我儿子 就那个时间 我就等我爱人 带儿子 就接他们回来 我儿子自己在外面玩 就那些别的家属看着他们 我肯定都是在床上待着的 后来他们就说 我儿子一回来就问 就问他说 哎叔叔我爸爸呢 我爸爸怎么没回来啊 完了他们就说 你爸爸打仗去了 他说啊 那那我以后长大 我要去打仗去 其实95年的时候 我当时考上去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 那个美术系 我们单位不让我走 因为我是非约妻子 怕我走了 那个我爱人 这个就怎么 就不让我上学 就没让我上学 后来我爱人 那个出事以后 96年 我就 我不可能在那 待会儿待不了 我就 就跟那个军艺联系 后来得以我在这边 进修来着 可能也就 十一之前吧 也就在岸山 待了多长时间 我这边联系好了 那个进修的时候 我就带着孩子回来了 当时回来的时候 很感动 我是好像晚上九点的车 团里 二十多个飞行员 家属啊 和飞行员啊 那天晚上都去送我 他们也不知道我怎么 就是知道我那天 要那个回来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去到火车上送我去 后来我爸爸妈妈 都特别感动 他说你看多好啊 这这这同事啊 朋友 所以这点 我到现在 我都能好好感动 都能一想起来 那时候都挺暖的 所以后来有时候 好多有自己 好多事情困难啊 有时候想 哎呀 去找他们去吧 后来想 哎呀不找了不找了 算了人家都对我那么好 其实找他们 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能是 但我想 人家都那么照顾我 又那么的 说算算算不找 安山有态度属于 燕辰和丈夫的回忆 他们在这里 成家生子 然后天各一方 回北京前 燕辰烧掉了 所有和丈夫的 往来信件 好像决定了 要把前半生的快乐 永远埋葬在这里 陪伴自己的丈夫 刚回北京的那几年 燕辰仿佛一具 行尸走肉 他找不到 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像一架 失事的飞机 在绝望里 不断地下坠 其实我那时候 来北京上学 是进修嘛 我根本也不去上课 我有一个宿舍 我天天 我宿舍我自己嘛 我自己天天的 我把儿子送的 他就礼拜天回家 我礼拜天给他接回来 给他做饭什么吃 而礼拜一常托嘛 礼拜一一早 又送的那个幼儿园 但是这期间 我都不怎么吃饭 我也不吃饭 也不睡觉 睡不着 我想想睡觉 我肯定吃两片安丁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说 后来我跟朋友说 哎呀 我说那时候真傻子 就折腾自己 现在弄的这个病 那个病 真是 真的你要说死了也行 你也死不了 你因为有时候 家庭的责任 父母那么大了 或者儿子这么小 这个那个 你也不可能 把孩子 把父母不管 也不能那么自私 说你说为什么非要自己折磨自己 真是自己折磨自己 折磨了好长时间 那时候 你说我爱人出事 我好像一百二十多斤 后来等到就九几年以后 都九十六斤了 我也不是说特意减肥 就也没怎么减肥 就成那样了 我说我现在想减肥 都减不下去了 都跟你现在聊这些 这都二十多年了 突然也没什么 像在几年前 前几年我都不行 都不能跟人聊这些 一聊这些 晚上就觉得 但是我每次告诉我自己 不要跟人面前哭 有什么哭的呀 大家都挺开心的 微笑面对 即使你自己再痛苦 再难受 那是让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要对别人 我永远都是面带微笑 我永远告诉大家 这一个和平的世界 很美好 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要 所以我也是经常 这样告诉大家 我也是经常这么做的 燕辰说不清楚自己 究竟是怎么 从痛苦中走出来的 他说应该就是靠时间 还有对家人的责任 燕辰后来进入了 影视行业 充满乐趣的工作 也给他带来了一群挚友 在人生的后半段 他非常快乐 曾经也有人 旁敲侧击地问过燕辰 想不想谈断恋爱 燕辰笑着说 那我得找飞行员 这辈子我最忘不了飞行员 有时候觉得这就是命吧 命中注定 就是让你遇到这么一个人 就是在他生命这么几年 你跟他怎么怎么跌了 走过这么几年 可能就是 所以我挺信命的 我觉得他能看到我 我挺信这个 我觉得我出来会干什么 他都在我身边看着我 所以有时候干什么 我也不怎么害怕 我觉得 我爱人在这保护着我 我不害怕 我记得 有次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也是个男的 打电话 聊天聊聊了 他就说岁数大了 就特别怕死 他问我 我说我好像不怕死 我说我们家那谁 还在那等我呢 我说我不怕死 那时候就是没入土之前 因为是一个骨灰盒 在那个矿子里的 然后我就有个本和笔放着 每次我从一开始 我就去每次就写 给他写很多很多东西 我说如果要再长 我说我绝对不再长他 我说但是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我说我永远是爱你的妻子 如果说假如说 有下辈子什么 我说我下辈子绝对不找你 我说你给我的痛苦太多太多了 这种痛苦不是说 哎呦我想忘掉就忘掉 就忘掉不了 所以你刚才问我最想的什么 我说就希望他 如果真的是在天有灵的话 或者真有什么 就是保佑儿子 都一切顺利就行了 我不需要他管 我是个女汉子 不用他管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出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野谱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